蓝宇天主教对达欧族人的影响 非常的深远 1954年季首长神父 来到蓝宇传教 在蓝宇服务了16年 由于他非常重视教育 鼓励达欧族人到台湾去求学 从此开启了台湾跟蓝宇的交流 蓝宇第一个师范毕业生 就是他栽培出来的 第一个教蓝宇人擀面条 吃面粉的人也是他 在机场旁边的怀旧大路面 就是为了怀念自己神父而命名的 有路面来了 来 来 来 什么 我刚才讲的没有错 真的是神父面 神父面 我有是一个神父会送面 我想说 这我怎么敢吃 不是啦 我们怎么可能 神父要去传教怎么可能 对啊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称他神父面 所以这碗面叫神父面 我们蓝宇人都是靠救济 那么神父过去都给我们发 衣服就一包 那个面我们就自己擀 然后擀了以后呢 我们就自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面 那结果呢 就看到这个是神父送的嘛 我们就把它称为神父面 那即使啊 这个面确实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会粉杂的 那么杂乱的那个材料在里面 非常清淡的东西在里面 再过去那个爱饿的那个时段里面 那个生活里面 就是打面它 粉色啊 西面 就是这样子 哇 飞机来了 神父要下来了 神父要买吃面 真的好 哇 好棒哦 师妹可以有杯吃下来 太香 看来我们的老板有继承到神父擀面的技术 也是 好吃